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 周小祥 哎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愈利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 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集是第四集 講這個topic 壓力 是慢性的毒害 對啦 因為壓力可以說是所有疾病的主要成因來的 所以我們都不應其長 和大家多些講述有關壓力 和我們健康的關係 是啊 現在越來越多人有癌症 我知道壓力其實和癌症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是啊 沒錯 那我們上三集都和大家很詳細分享過 那我們的免疫能力是和我們的壓力有直接的關係的 那當然免疫和我們的癌症都是一個很大的關聯 那我已經在醫學上其實有很多醫學文獻的 但是我也不想引經據典將每一個醫學文獻的資料和大家講 我只不過講它的結論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那我們已經知道了 就譬如感染那些心患者的我們那些infectious disease 那如果在長期壓力之下我們的免疫能力退化了 就很容易令到我們是出現了感染的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我們是一個前一陣子 前幾年我們都經常講那個 那個沙士啊 流感啊 那在一般的大眾傳媒呢 都是講到是一個很恐懼 很恐慌的情況 即是我們香港人面對這些這樣的傳染病呢 好像覺得很無奈很無能的 那其實這個是會引起恐慌 那麼也都恐慌是會抑壓我們那個免疫力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不好的做法 那麼 好了 那麼 在壓力那方面 即是那個 我叫infectious disease 傳染病 是會受到壓力的影響 導致免疫能力是受到抑壓 那就容易是 所謂容易是出現的問題 那麼也都呢 也都會 因為他抑壓我們 所謂的那種壓力的荷爾蒙 就是酷素 是不是 好了 那麼 還有呢 我們的有科學的文獻 也都無數的文獻 都證實了 如果在壓力之下呢 我們身體的 傷口的膚原呢 都會慢的 都會差的 是 好了 那麼 我已經知道了 當我們的身體腦和腎上腎荷爾蒙 突然之間增加的時候 通常呢 它會同時呢 導致我們的 紅血球 即是流動的白血球 會增加的 但是 這是好事來的 始終我們的紅血球活躍 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當這些這樣的 可德索 荷爾蒙 是持續 是 提升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的白血球的細胞的數字 就會慢慢去減少 即是說呢 早期呢 它會增加數字 白血球的數字會增加 但是呢 慢慢地 過了一段長的時間呢 它就會開始 減少了 那麼 我也都 有科學的資料 也看到 其實不單止是白血球的影響 甚至是 琳巴球 Lymphosite的數字 和他們的活動力 有效能力 都會因為 雷固醇 Cordazone Cordazone 的增加 導致它 亦都相應減少 即是 不止是白血球細胞 是琳巴球的細胞 的數字都會減少 還有 這些 Cordazone 可德索 是會 抑制 我們身體的另一種 叫做 Cytokines 一種細胞的因子 這種細胞的因子 的產量 都會受到 長期的 可德索 是會抑壓下來的 那麼這些 Cytokine 這些細胞的因子 其實主要是 對我們 對付那些 炎症的 OK 我們身體是 醫病是靠發炎的 什麼病都是靠發炎去醫病的 所以如果我們身體 不能夠發炎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 可以說 是會導致 免疫能力的破壞 好 那 好了 我曾經說一下 有些人 因為要處理 那些長期病患 譬如Alzheimer 老人嚴重的 Alzheimer 這種病 一種老人的痴癌症 那這種 的人發現 長期需要照顧家人 有病的家人 因為那個 腦袋退化 老人痴癌 會 導致我們 的身體 是那個 免疫能力破壞的 那麼除了這個 長期要照顧病人 還有 婚姻關係 壞 就是 或者 是那個 離婚 也都會導致 我們那個 免疫能力 受到 抑壓 那麼 你看到 這些是很嚴重的 人生的經歷 是的 那麼 家裡有 長期的病患者 要照顧 婚姻關係 是破壞了 甚至 就離婚 尤其是離婚 這個是導致 我們的身體的 免疫能力 是 大大破壞的 好了 我們都知道 免疫力 跟我們的癌症 是很大關係的 是不是 那麼我們也都在 科學 科研上 亦都有很多研究 是發現 如果那些人經歷過 一個 我們叫做 損失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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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的損失 或者是 家裡有 親人死亡 或者那個 那個 depression 那個 那個 抑鬱呢 很多時候 就會慢慢地 出現 不同 不同 種的 癌症 譬如什麼癌呢 譬如直腸肛門癌 和前列腺癌 是 那麼 在女性方面 最多的研究 當然是女性的 乳癌 乳癌這方面 亦有很多研究 他發現 如果那些女性 有 美其 乳癌的女性 他通常 他身體 那個 可得崇 就是那個 類固醇 血液的 份量 在早上 日間 是 很高的 那麼 通常 在早上 起床高 慢慢地 就 在 日間慢慢地 減低 到 晚上 午夜 應該是最低的 OK 好了 這些這樣的人 因為他那個身體那個可得崇的水平高 他們通常是平均 他是死亡 是會早死一年的 即要比較一下身體的可得崇的荷爾蒙 是正常的人 他是會死快 死早一年的 好了 那麼身體另外一種細胞 叫做 叫做天然的殺手細胞 NATURAL CULAR CELL NK CELL 那麼我現在發現 這些這樣的NK CELL 這個千元的殺手的細胞 是 預防 我們那個 乳癌的 散播 亦都非常之重要 那麼 因為呢 這些NK CELL 是在正常的運作 它是可以 是會 減低我們這些 所謂那些 壞的 癌的細胞 那麼所以當如果那個女性那個NK CELL 是少或者功能失却的時候 那麼 我們的乳癌 那個那個 那個我們叫做Metastasize 散播 有機會大很多 那麼 那麼發現呢 長期受壓的女性呢 她身體的這些 所謂叫做 自然殺手的細胞活動能力呢 是減弱了的 好了 那麼有我們其他的研究發現呢 如果女性呢 她是有經歷過 在患病期間呢 是經歷過很多嚴重的 那個 那個 生活上的壓力的時候呢 那麼他們那個存活的時間呢 是遠遠低過呢 其他的沒有這種的 就是 就是 生活壓力那些 那些人的 好了 那麼 在另外一個研究呢 他們 有大概400多位 患了癌 乳癌的人 那些病人的病者去看 那麼他們這些病人呢 在康復了大概九年左右 平均康復了九年左右 那麼他們42%呢 這類的病人呢 都認為呢 他相信呢 他相信呢 壓力是他們導致 他乳癌的最主要的原因來的 嗯 我明白 那麼 這種這樣的說法呢 在其他的 醫學雜誌呢 都有 有 即是有證實過 他說呢 如果那些女性呢 是因為 有 有 家人死亡 失業 或者是離婚呢 他們患乳癌的機會呢 即是 接著五年內患乳癌的機會呢 是增加多少 增加12倍那麼多的 哇 醫生呀 我想問呢 有些人呢 是不是容易生癌症的 他們有些某些性格 例如固執一點 會不會是容易有癌症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們都研究了很久的了 那麼近年呢 有一個醫學的一個專題 我們英文叫做 Psycho Neuro Immunology Psycho Neuro Immunology 即是可以這樣說呢 是心理神經免疫學 Psycho Neuro Immunology 那麼其實呢 他們是通常呢 就是在這裡研究 有些什麼的 因素 就是生化的因素呢 是由於我們那個 情緒或者我們那個精神 那個狀態引發的 或者正面或者負面 那麼相信大家都有可能都聽過 有一位叫做 Norman Cusson 那麼這位 Norman Cusson 就自己呢 就寫過好幾本書的 那麼因為呢 他自己經歷了兩次很嚴重的病 因為他是一個 工作很繁忙很大壓力的 一位 行政人員 那麼他有一次呢 他發現呢 自己出現了一種 一種自身免疫的病 是很嚴重的 那麼他結果呢 他就用他一種開心的方法呢 是令到這個病呢 就是克服了的 那麼他用什麼方法令到自己開心呢 他就看很多那些笑片 羅羅哈地呀 三鎖 早年那些呢 他就借了很多這方面的電影呢 不斷地看 不斷地笑笑笑笑 那麼結果呢 他將就因為用這個開心的心情呢 就克服了他這一種很嚴重的病的 那麼他當時就寫了一些書出來 那麼好了 那麼我們知道呢 其實呢 我們都已經很清晰呢 知道呢 我們的身體 我們怎樣想事情 我們怎樣感受事情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 在我們身體的 在我們身體的 化學的狀態 可以說呢 我們身體的化學狀態呢 是由我們的思路 和我們的感覺呢 是可以控制得來的 是 我知道呢 在我們過去 在我們的社會 通常呢 是對有些病人 譬如有些早期有TB 癌症 或者其他病呢 我通常呢 都會怪責這些人的性格 或者可能 high strong 太過緊張 或者是抑壓自己的性格 那些病都是自己 自己戴上來的 是你自己的錯 雖然我們都知道呢 很多這樣的病呢 不是自己貿貿然發生的 都是很多時候呢 有了一些負面的 精神和情緒的狀態 但問題呢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人 有這些負面的精神的狀態呢 我們都可以看看我們今時今日的社會呢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地球上呢 其實呢 是充滿的是不愉快 不開心 很緊張 很大壓力的社會 那可以說呢 我們這個世紀呢 可以這麼說在我們人類歷史上呢 是最血腥腥腥腥的社會 的身上的 還有呢 我們現時的很多的那些制度呀 經濟呀 我們那個強迫教育呀 我們強迫的西醫的醫療制度呀 我們新的那些法律呀 其實呢 在某個程度上呢 都是扼殺我們的人類的本身的創作 還有那個獨立的那個能力的 那為了什麼呢 都是為了我們生產力要提高它 是吧 所以我們整個社會的制度呢 都是控制我們的人 要逼我們這些人呢 是那個表現得好些呀 生產力要增加多些呀 無論在工作上呢 在玩的方面呢 看到我們那些遊戲 多數有些什麼就看什麼 競爭呀 打足球呀 籃球呀 都是很競爭、很激烈的 大家都是享受這些的 在廚房裏面呢 都是要煮得最好、最快呀 就算在那個睡房裏面呢 我們很多那些性方面的壓力 那可以這樣說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經常的制度上呢 就是比我們這麼多壓力呢 但是最終都告訴你呢 這些全部都是為你好的而已 那可以看到呢 結果呢 我們很多人就很憤怒 很frustrated 也都很無奈 無助 又沒有什麼希望 那樣 你看到呢 這些很多這些這樣的情緒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因為外來的因素啦 比如人啦 我們那個目標呀 工作呀 和我們那個人際關係呢 通常呢 是會帶來很多痛苦的 的經歷的 那所以呢 不可以只是怪責我們 現在那些人是這樣養 那麼多的病 其實呢 我們整個地球呢 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制度呢 其實呢 都已經可以這樣腐壞到呢 是給我們人呢 是很大 帶來很多外來的壓力的 那所以呢 你也看到呢 現在出現很多 這些處理的手法 是不是 如何去 遇到這些壓力呢 那麼我們在社會上呢 有很多的工具呢 雖然呢 是教我們呢 是有些什麼的策略上呢 可以幫助我們 對付這類這樣的 這樣的壓力 好了 那麼在這一方面呢 我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 有一位是德國的 的醫學家啦 他的名字叫做 Ronald Grosav Maticchek Maticchek 可能他的名字未必讀得 Ronald Grosav Maticchek 那麼這個是一個德國人來的 那麼他創作一種叫做 Creative Novation Behavior Therapy Creative是創作啦 Novation是一個更替啦 一種行為的治療來的 那麼這位Dr. Grosav Maticchek呢 那麼他呢 是一個德國的人啦 那麼 他的那個 那個醫療學說呢 就說到 講清楚呢 就說呢 我們的人呢 其實呢 很多我們叫做癌症的病呢 都很多時候呢 是跟我們那個性格 是很大關係的 那麼 當時呢 他提倡這個學說呢 是受到 在德國很多的 同行界呢 他的那些 他的同行呢 是攻擊得很厲害的 那麼曾經呢 有一個攻擊呢 說呢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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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呢 是沒有可能呢 是做到這方面的 資料的 那麼原來呢 對不起 他不是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他是一個 匈牙利的 一個劉總科的專家來的 那麼當時呢 德國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劉總科的那些 那些 那些同行呢 就攻擊得很厲害 他說 這個一個 匈牙利的 醫生 有沒有可能呢 拿到 德國的資料呢 從而是做出 這些這樣的結論呢 那麼結果呢 在英國另外一位 一位 醫學家 很出名的 Dr. Hans Isaac Hans Isaac 可以這麼說呢 是英國 臨床心理學家 一個 一個 很 很顯著的 一位 一位 學者來的 那麼他呢 就當時呢 也都聽到 這些這樣的 攻擊 攻擊 這位 匈牙利的 醫生那些言論 那麼他都去跟進呢 他就直接呢 就是 找到那個 Heidenberg 這個德國的 這個一個 一個 市長 那個Heidenberg的市長 直接問他 那麼這件事呢 那麼 這位 Heidenberg 這位 這個市長呢 他說呢 他說呢 其實呢 他說的話 是 沒有錯的 因為呢 他知道呢 就 Professor Gorset-Martinczuk 以及他的學生 是曾經呢 是 直接呢 是由他那個 德國這位大城市裏面呢 是 是 就是 拿到很多 這些這樣的 死亡的 的 證書的 那麼 而他自己這位 市長說呢 我是親身呢 是 被授權 去做這件事的 嗯 好了 那麼這件事就澄清了啦 就是說呢 這位匈牙利的 的 劉總學的 的 教授呢 所說的資料 是很正確的 那麼好了 那麼最後這位英國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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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問呢 就是為什麼他會被這些的德國這班人 啊 這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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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專家來攻擊他呢 就很簡單的 就是說呢 其實原來你這個病呢 是跟你那個 你的性格啊 和你處理壓力是很直接關係的 是 現在醫病呢 原來呢 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呢 是處理這些癌症的 嗯 那麼你知道啦 今時今日的 所謂 建制的 劉總科醫生用什麼方法呢 醫癌症呢 用開刀啦 化療啦 電療啦 那麼他認為呢 癌呢 是什麼呢 是出環境的污染啦 毒害物質啦 日日日引致的嘛 那麼原來呢 原來不是的 原來真真正正的那個癌出不出現呢 其實不是這些外來的污染的物質毒素 原來是你自己的性格的 那麼以這個方法當然呢 就不應該拿開刀呀 化療的電療啦 那麼所以當時這些我們叫做 德國的癌 就是腫瘤癌症的 Mafia 黑手黨來的 那麼為了保護他自己的利益呢 他就所以刻意攻擊 這位這位教授 這位胸牙利的教授 那麼認為呢 他的資料是假的 沒有可能的 他一個胸牙利的醫生 有沒有可能拿到德國人的死亡證書呢 那麼 那麼結果呢 英國這位 Dr. Eisen呢 他就發現了 原來他沒有說謊的 他所說的是真的 因為呢 Heidenberg的市長呢 自己親身呢 就承認呢 他當時呢 是他授權呢 是將這個資料呢 是 即是 給他們用的 嗯 好了 那麼到底 Grossack-Martin-Chuck 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研究呢 他差不多研究了 20年的研究呢 發現了呢 原來呢 癌症出不出現呢 是我們的性格呢 是最大的關係來的 是 最大的關係來的 那麼 那麼 那什麼的性格呢 會導致有癌症呢 就不是那個環境 是他那個性格的 他原來呢 將我們那個人的性格 分成四大類的 是 他第一類呢 就說呢 當這個人呢 是遇到一些問題 譬如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或者 當時的情況問題呢 或者他的目的 達不到的問題呢 那麼 那麼 當這個情況出現問題的時候呢 第一類型的那些人呢 通常呢 那個反應呢 就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 情緒抑鬱 感覺無助 無奈 沒有希望 這種這樣的感覺 第一 第一型的人呢 遇到問題呢 他們的反應呢 就會 depressed 是 還有呢 感覺無奈無助 嗯 好了 第二型的人呢 呢 也都是不懂得解決問題的了 但是呢 他們呢 用一個很負面的 焦點呢 來到對付外來發生的事情啦 而他們的反應呢 是用什麼呢 是一種憤怒啦 還有呢 是一種 Frustration 一種很吻啊 很無奈 這種這樣的了 好了 那他發現呢 第一型的人呢 就是最容易有Cancer的 第二型的人呢 是最容易有心臟病的 OK 即是Depression的人呢 就容易呢 就有癌症 而那個 憤怒的反應 憤怒呢 是不滿呢 的人呢 通常呢 就是心臟病了 好了 第三類的人的人呢 通常呢 他們呢 就會兩者之間 會走來走去的 即是有時候呢 好像覺得很無助 很無奈 沒有希望 但有時候 覺得很憤怒 亦都是 很憤怒 很吻 那種的情況 那他第三類的人呢 反而呢 就不會那麼容易病的 是 第一型的人 容易有癌症 因為他情緒低落 第二的人 因為他憤怒呢 反應有心臟病 第三型的人呢 兩者都會反反覆覆 反而他不會有多病的 好了 第四型的人呢 可以這麼說 是最健康的性格 這些人呢 是很自主的 OK 他很容易呢 是繼續呢 是知道自己的 即是我們叫自己的 自覺的情況 很好的 還有呢 亦都很容易呢 是想到 如何去解決 那個問題的 或者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問題 那這些人呢 病是少的 最低的 無論疾病和癌症 或者意外 導致的死亡呢 這些第四型的人呢 其實呢 是最低的 好了 那你知道啦 即是我們從小到大 在我們教育呢 都會通常教我們什麼呢 教我們去怎樣解決問題 是嗎 從小到大 我們都是這樣的了 但是為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我們去解決問題呢 怎麼去解決問題方法呢 很明顯呢 我們那個解決問題的手法呢 是很不同的 我們當我們情緒受痛 創傷的時候 痛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呢 就應該呢 將我們的精力 放在我們怎樣去處理問題 就不應該呢 變得好 就要情緒低落 應該呢 是集中力呢 將我們的能力 去對付這個問題的 這個呢 就是那個關鍵的 好了 我剛才所說呢 就說呢 他還發現一個 很有趣的情況 你知道我們大家都聽過 Floyd Floydian 這種心理分析 他發現呢 如果當這些病人呢 如果是采用這些 Floydian 的Psychoanalysis 這種的病人呢 可以這麼說呢 他們的病是 是嚴重一點的 如果那些人呢 不用Floydian的方法 而離開了 這個這樣的 心理的分析 的治療的方法呢 他們呢 就容易復原得到的 那就是很明顯呢 Floydian的Psychoanalysis 那種精神分析呢 是令到你呢 是集中於那個問題本身的 那麼很多出現 那個消極的 心理上的 的反應的 好了 那麼他發現呢 我們經常說呢 吸煙是致癌的 是吧 那麼Professor Grosser 他那個Metichak 他們發現呢 他就不是 所有吸煙人 都會有致癌的 只是第一型的 性格的人呢 才會有 吸煙 是致癌的 即是呢 吸煙本身呢 很可以這麼說呢 是不是導致你 那個癌的因素 是你那個性格的反應呢 是先導致你癌的 好了 那麼你看到呢 是很重要啦 是不是 既然我們知道呢 如果我們那個病因呢 不是那個外來的物質 而是你的內在的 心理上的反應呢 那麼治療當然呢 應該是哪裡呢 心理方面呢 就不是拿刀開 不是拿電療化療啦 是用我們的 內在的心理的方法 去處理它啦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再回來 繼續治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綠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悉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壓力是慢性的毒害 在第一節 袁醫生已經跟我們提到 不同的性格 會引起癌症的喔 那如何去改變思維 去幫助我們復原呢 我跟大家分享過啦 原來有一位男斯拉夫的 一位劉總科的專家 他發現原來 癌的成因 是很多時候跟我們的思維有關的 於是他提倡了 其實要治癌癌症呢 其實要治癌癌症呢 就是用我們改變我們那個思路 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了 那我知道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行為 或者或者周圍的人的行為呢 可以令到他的問題呢 是可以處理得到更加 即是更加有效 是可以處理得到 是 所以完全能解決它了 好了 那我要有幾方面要做到啦 那我第一要想一下呢 我們這個問題呢 之所以出現呢 是由某種情況上 是因為你那個的行為 即是你做過些什麼呢 導致這個問題呢 那很多時候的問題出現呢 就是因為你重複不斷 是進行某一種的動作 某種的行為 或者是某種的觀點 或者某種的態度呢 是令到發生的事情的後果 是負面啦 有害啦 以及不愉快的啦 那你可以呢 是改變這個情況呢 可以改變你周圍的人 或者影響你的人 對你的感受和你的感情 從而呢 是可以爭取一些正面一點的 愉快一點的 即是開心一點的 即是後果的 是 好了 那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一樣 可以做得到的 即是看看自己 有什麼自己做呢 是導致這件事出現 有什麼自己可以改呢 是 好了 那我怎樣去改呢 其實我有三樣東西可以改的 第一 你可以改你自己的行為 嗯 OK 那導致到 即是你和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那個狀況呢 是可以改變 那 令到你是 處於一個更有利的地位 譬如簡單來說 或者你應該是減肥 是吧 或者不要吸那麼多煙 或者改善你人際那方面的關係 那第一 即是改變自己的行為 第二 你可以是脫離這個處境 嗯 即是說呢 這件事呢 對你來說呢 是不會幫助你的時候 那你應該想辦法呢 就是 避免 或者 減少 接觸 或者 脫離這個處境 即是你要決定了 不要再 不要再 蹲在這裏 不要好像走不掉 那樣 你要脫著一點 要離開這個份 第三樣呢 就改變你的觀點 和你的價值觀 即不是行為那麼簡單 即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你感覺不良好 因為你的觀點關係 嗯 未必一定和你的後人有關 那所以呢 你也可以考慮 可以改變你的那個 那個觀點 或者你的態度 或者你的價值觀 那樣 好了 如果你這方面去做 即是去做的話 你也有一個 即是機會 是可以將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得到的 好了 那第三樣東西了 那你要去考慮一下 就是 有些什麼的變數呢 要考慮的 而 如果你要改變你的行為 或者你的觀點 來改 即是去去去去去去去解決你這個問題 那當然呢 你可以自己 觀察自己 小心觀察自己 而問你以下的問題了 OK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就是很明顯呢 是會發生一些 負面的 不良的效果 嗯 即是你自己去自己觀察一下 是 什麼情況之下 通常這些壞事就出現了 嗯 還有呢 你問你自己 為什麼你不能夠改變這些 這樣的狀況呢 是 OK 是 那第三樣東西呢 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新的思維呢 一個另類的活動呢 可以幫助你 是令到那個 那個 那個結果呢 是更加是正面呢 而幫助你呢 就是 消除了負面的那些事情呢 那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那個 了解那個狀況 什麼狀況 導致這些事情發生 而發現到呢 你可不可以改變這個狀況 或者呢 這個狀況肯定是 有負面的情況出現之下呢 那你可不可以改變它 OK 那如果是可以改變的時候呢 你可以想一下 有什麼新的 另類的活動呢 可以令你改變這個情況 那就是很明顯 你要自己 小心點去 去觀察一下 那個情況 而想辦法呢 是做一些另類的動作去改變 是 好了 另外的方法呢 就是呢 你可以想做一些新的 另類的行為上的改變 是吧 那 那這種這樣的需要呢 可能呢 要改變你一向的作風 或者要完全改變它 或者呢 要稍為要 就是 就是 修改一下 嗯 好了 在這種情況 如果你決定可以做到這樣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呢 去試一下呢 在這種這樣的改變的思路 情緒那方面呢 這些新的行為呢 會帶來有什麼的後果的 OK 那 可以嘗試一下吧 總之是 你自己要知道呢 是明白 至少你當時你了解的情況 你明白 問題是怎樣怎樣出現 那 於是乎呢 你要另一個 另一個思維 另一個行動呢 去製造一個另外一種結果 好了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你真正正正要了解自己 你自己的需要 那你記住呢 你自己的需要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有時候呢 就不要呢 就為了和諧 保持和諧 呢 犧牲了自己 那你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呢 你自己要做些事情了 那如果發生的情況呢 是你怎樣去做呢 那個問題呢 都改善不到 OK 那好了 無論發生什麼事呢 失敗乃成功之母 就是每次你遇到失敗的時候呢 都不要因此而沮喪 只不過是利用這個經驗呢 是強化你那個 你那個經歷 就是可以自古成功再嘗試 是吧 你遇到的問題之後呢 你就不要放棄 不要氣餒 不要情緒低落 你是要趁這個機會呢 是不斷去嘗試的新的方法 來到更改自己 是 OK 好了 那當然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可能都會覺得 不是這麼開心的啦 可能有些失望啦 那當然呢 這種情緒呢 要輸蝕出來的 但輸蝕了之後呢 最終最終呢 你要改變你的行為呢 是 令到你下一次的結果呢 是會更加更加完善的 那麼簡單來說呢 就是不要放棄啦 遇到什麼都好啦 當作一個機會呢 去改良去改良 就是 總之就是失敗乃成功之母 萬自古成功再嘗試了 那麼如果你發現呢 其實你都沒有辦法了 就是都 怎樣都想不到 就是想不通 就是好像沒有良策去改善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你只能夠接受了你當時的處境啦 OK 但是呢 其實呢 雖然你接受了這些處境之後呢 但是你也都需要呢 是繼續呢 是觀摩你自己的行為 OK 是導致這種情況出現 令到你不開心 就是 怎樣都好呢 由痛苦失敗裡面呢 都學點東西 好了 第五 這樣 那你永遠的目的 就是你記住啦 最重要是自己擁有自主權啦 要自己自力更新啦 自己去做事啦 那所以呢 你最終你的目的呢 永遠呢 是要製造一些的情況呢 是令到你 可以過一個開心 和滿愉快的人生 就是這個你最終最終 你怎樣都好呢 你都要找一條路呢 是讓自己去行的 那當然啦 最後呢 就是要 增加那個 好的 行為的結果啦 以及減低 不良的後果啦 那怎樣都好呢 你一定要想辦法 令你自己開心啦 要放棄呢 令你不開心的事 嗯 OK 好了 那還要想一下呢 其實呢 有些什麼的人 可以幫助到你的 因為呢 我們不是一個 一個獨立的個體啦 No man is an island 不可以孤立自己的 那很多情況之下呢 我都要開始呢 由我們的周遭的人呢 去尋找那些人呢 是可以某個程度上 可以幫助到你的 啊 就是三人行 必有我私宜啦 每個人呢 在某個程度上呢 其實呢 都可以 在助你一臂之力的 自己自己怎樣去 啊 所以啊 自己有自制的能力啦 有自主的能力啦 啊 自己調節的能力啦 那其實呢 很多事情呢 都是靠你自己的活動的 比如有時候去啊 個人好像累些啊 或者個人都精神 不太振奮的時候呢 可以嘗試做一些 簡單一點的運動啦 譬如去到玩跑啊 或者逛下山啊 那有時候呢 改變你那個活動的方法呢 是會對你來講 可能有一種新的解釋的 啊 那或者可能要睡多一點啦 是不是 啊 就是要早睡早起啦 那我最近有些病人 都解釋給我聽啦 他經常都睡不到 那他的先生就說 解釋給我聽啦 因為為什麼他睡不到呢 他臨睡之前呢 會看電視啊 看電腦啊 看四個小時的 那腦不斷地來動 就是不斷地活動啦 那所以很明顯是 導致他失眠這個問題啦 那所以這種情況就是 你自己要知道啦 是吧 周圍的人都也有機會 解釋給你聽啦 那大家知道呢 看電視多呢 你的那個腦外皮呢 那個cortical的活動呢 是會被過份刺激的 那會影響你的睡覺啦 那也都有些人呢 就是喝咖啡 喝酒 或者依賴那些藥物呢 一個問題來的 那你在這方面呢 就是大家都要知道呢 有些什麼 就是做多一點的分析啦 自己的自我的檢討啦 自我自省啦 是希望呢 是從而呢 是找到你改善自己的那條路啦 那這個呢 就說呢 其實我們那個思維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情緒呢 其實呢 是很影響我們那個健不健康的 嗯 或者呢 趁這個機會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周雪常博士在1997年呢 就寫了一篇很簡單的文章 那他文章的題目叫做 靜一靜想一想 那其實呢 對我們今天的課題很對的 那我不如呢 就和大家分享呢 周雪常博士呢 當時收集了30種的 即是做人的態度啊 是應該怎樣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第一 他說呢 如果你是沒有什麼值得 拋頭顱灑熱血的話呢 此生病亦不值得活下去 英文就是 If you have nothing to die for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那即是很明顯 周雪常博士翻譯了這個 那即是說呢 我做人呢 要有些目標的 有些價值的 即是有些人呢 是令到我們要爭取活下去的 即是做人有目的 即是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 有價值的原因去做 第三 第二呢 就是人生是風箏 理想是風 OK 人生是風箏來的 而已 理想是風 那麼需要理想呢 是帶動我們飛上去的 OK 好了 知道為何上路 萬水千山等閒 即是說呢 你上路 你走路有個目的的時候呢 山啊路啊 你都可以很容易克服的 沒有東西可以阻擋到你了 那即是第一個 point 就是呢 人生一定要有一個 正確的理想的目的 驅使你走這條路 第二 人謀是天在笑 OK Man proposes God loves 人謀是天在笑 即是為什麼呢 人謀是天在笑 即是說呢 你人呢 搞那麼多事情 在神之華呢 是得淡笑 要不要搞那麼多事情呢 好了 就是我的理解 第三 不論發生什麼事 都是好事 不論將來發生什麼事 都只會是更好的事 好正面 這個很有用的 即是有時候呢 有些不如意發生呢 有時候你覺得呢 為什麼要這樣發生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這些不如意的所謂的難關呢 是幫助你將來做得更好的 OK 第四 神想懲罰誰 就賜誰成功 哇 那即是說呢 你一路順風呢 其實不是一定好事的 不是一定好事的 那麼 人是要經過失敗障礙呢 人生路上所有的障礙呢 都是通往成功的搭腳石 嗯 第五 面向陽光 陰影就在背後 即是陰影不要再理啦 放肆腦後 是不是 自己面向陽光閒 第六 天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令你不開心 這個人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 第七 萬物連萬物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關聯的 嗯 第八 萬發由心 你想病就會病 OK 即不是你 you are what you eat 但you are what you think 人都無求品質高 是吧 即是沒有什麼過分的要求的時候呢 人就會輕快很多了 那就是simplify your life 第十 徒弟準備好 師父就會現身了 有很多時候呢 當你要做那樣東西 是預備做呢 你需要的東西就會出現眼前了 第十一 智者想法都一致 只有蠢人才會有分歧的 第十二 你什麼都無需證明 凡事真相總會顯露 嗯 嗯 第十三 活在當下 第十四 人是天使魔鬼的混合體 是吧 即是人是有兩邊的 亦都有好的 亦有壞的 第十五 人生三十歲前是正文 以後就是注役 潑怒 第十六 三十歲前呢 樣貌由上天負責 此後呢 就自己負責了 即是不要靠樣子了 靠自己的能力了 第十七 但求練功 不求成功 公道自然性 第十八 不求上天祝福 願作上天祝福的工具 即是你幫人祝福人 好過要別人幫你 如果你能夠 因為別人騙你 好過你需要騙別人 是吧 少許一點 總之你不是騙別人的那個 第十七 時時心有發起 念念不忘禅悅 第二十 恐懼是一種習慣 我什麼都不怕 第二十 在田園間 人最接近上天 即是一個自然的環境 最接近上天 第二 歷史是由未知到 是辦不到的人創造的 未知到辦不到的人創造的 歷史可以更改 真正的歷史是我們被人更改 將來有機會和大家分享這個問題 健康是一 其餘是零 有很多零零零零 沒有了前面的一 那些零是沒有意思的 死亡由大腸開始 這個已經很久的資料 在洗腸是一種 強身健體 長壽的最簡單的工具 第五 看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動物 我知它有多文明 二十 只需好人保持沉默 惡勢力就可以得逞 這個地球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好人不做事 所以不是惡人好惡 是我們好人不做事 這就導致惡人的勢力可以得逞 二十七 補一條堤壩 只需要一隻手指 很多時候要做的事其實是很少的 但你及時做到 大的問題可以避免 人類環有未來的話 一定是綠色 即是綠色的生活方式 綠色的文明 是唯一一樣東西可以令到人類可以持續的 心靜則覺討靜 悉心就是悉災 正心修身齊家 治覺平天下 改變自己 周圍的世界就會隨着改變 第三十 最後 今天的就期望一個奇蹟 這是周圈祥在1997年寫了下來 我當時可能在他的座談裏面 拿到回來 所有我的病人 我都盡量交給他們 跟他們分享 好了 最後還有幾分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經所說很多是自己的行為 思路可以做 其實在這裏面有沒有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幫助大家 其實當然是有 第一 我有些什麼可以做 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運動可以減低我們的壓力 可以減低運動和一個適當的飲食方法 飲食方法和大家 我們過去幾集都講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OK 適量的運動 是改善我們的血糖的糖分的新陳代謝 令到我們用的胰島素更加有效力 OK 令到我們不會因為壓力之下拼命吃東西 也會減低我們 過分需要靠依賴酒精 吸煙和一些不良的習慣 所以一個適量的運動是很重要的 是條理性很重要的 我亦都有很多的草藥 幫助我們對付壓力的草藥 我英文叫做adaptogen adapt 即是適應完的反壓力的工具 我們在中國裏面有很多的 有五味子 有黃旗 南非的醉茄 也有印度的人心 Aspaganda 是一種印度人心 也叫植雪草 亦都有蘑菇 蘑菇 Vishima mushroom 亦都有一種叫做 Sorry Gottagola Gottagola 是印度一種的草藥 我英文中文反譯叫積雪草 還有聖羅娜 當歸 Ekenesia 紫椎花 Rodeola 是紅景天 在高山的情況幫助壓力 Royal jelly 是蜂黃漿 還有人生 即是韓國生 蘇聯那些生 這些都是可以在適當的時間用 在壓力大之下可以幫助我們 好了 還有很多抗壓力的營養素 抗氧化劑之類 就是維他命A 維他命C E 和B 抗物源裏面有 C C C 有鈣 有煤 鐵 硫膏 硫膏 硫膠 硫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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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膠 维他命B方面是最帮助我们脑袋神经系统 所以分量可以比较多些 比如维他命B6可以20-50毫克一日 可以帮助我们减低情绪低落 比如有些人情绪低落记住维他命B6可以帮助 维他命B12 100毫克一日都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 维他命C亦是抗压的抗氧化剂 用量大概500-1000毫克 钙和尾都有帮助 当然酒精是不良的 尽量不要用酒精来麻木自己 因为酒精会令我们对付压力的能力减弱 和酒精有很多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学一些减压的方法 冥想也好 瑜伽之类 最后不要停止吸烟 人生的态度 尽量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不要一个消极的态度 最后多多拥抱大家 尤其是小孩子 尤其他孩子 尤其是小孩子 尤其是小孩子 如果初初几年成长 是多拥抱的话 他将来对付压力的能力 是会增强的 好了 其实压力在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帮助大家的 今集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大家就不要忽视压力了 要学会怎样去减压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训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拜拜